其實我唯一的遺憾就是 我不能再做東章 可惜的是我不能再參與其中 Hello Girls Mood的觀眾 你們好,我是林詠濤 可能現在大家的看法不同 我覺得她要跟我說再見 也不是一件不好的事 不能說她會否後悔 而且我經常覺得人生 你經歷的所有事情 無論是好的事情 都會令你成長 所以如果你說 這件事我做得不對 你就會後悔的話 那你又 你沒有了這個經歷 你又怎麼可以成為一個更加好的人 東章做紋身 各方面 其實全部都是我喜歡的事情 因為我本身是 只是喜歡看那些時事新聞 我不喜歡看娛樂新聞 所以我自己很喜歡做東章 而且我很喜歡 將一些資訊告訴大家 之後 大家有個反應是 原來是這樣 原來我要留意這些 原來社會發生這些事情 這些一切一切都是我自己喜歡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遺憾的話 就是 以後少了這個平台 但是東章依然存在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都可以繼續看 我要鋪任何東西的時候 我反而會擔心 因為畢竟有些人 現在都在攻擊我 我也擔心他們會受影響 所以這方面我會為他們 反而穿更緊 品牌也會有 有少許 可能以前 之前接下的工作 可能現在沒有了 但是我覺得 不要緊 我個人都沒有 我覺得 我個人真的很放得開 我不知道應該怎麼形容 可能這樣說是很奇怪 但是因為我覺得 這一行根本就是 很被動的一行 如果現在有這個工作 給你做 那你就感恩 然後做好它 如果這個工作 是你做不到的 那你就任由它 因為不能去執取很多東西 我又一結束了我的合約 我就已經很幸運地 所以唐哥就找我去拍他的劇 所以基本上 我現在已經一直在忙著開劇的生活 我是一個很窄女的人 我一沒有工作 我就喜歡窄在家裡 所以 我會很喜歡研究我的貓 很喜歡跟牠玩 很喜歡撩牠 然後我經常覺得牠有很多很可愛的一面 我就會很想用我自己的手記錄底 所以我很多作品都是圍繞了我的貓 牠已經十五歲了 今年 但是我當初為什麼會養牠呢 就是當時中一的暑假 我還記得 我和一班朋友 然後去了游泳 之後出來的時候 突然看到有一班人圍著 不知道看什麼 那些人就說 好像有隻老鼠 有隻狗擔了老鼠出來 然後就發覺不是 是一隻貓 然後狗就很有趣 就這樣坐在那裡 但是呢 我們就懷疑牠可能在貓鬥裡擋牠出來 所以那時候呢 牠的手腳全部都損了 然後就躺在那裡 我和我朋友 就立即近來試 買了一塊毛巾 就包著牠去看醫生 之後就 帶了牠回家 那時候他才出生 醫生說牠應該估計是出生了一個星期左右 我應該吃了六年左右 但是為什麼當初會開始呢 就是以前 也會有很多 可能網上 會有人貼了一些 怎樣去劈那些豬啊 劈那些牛啊的片 那我看完之後 我當下是覺得 哇太震撼了 看到牠們呢 其實那一刻是很害怕 然後牠們的叫聲 我是很心痛很心痛 經過了那一次之後 我就覺得 嗯 我不想再吃牠們了 因為我上網找了很多的文章 有說 其實人類不吃肉 其實都可以生存到 那我就覺得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 令到牠們受苦呢